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沙发的思路是怎样的 好 我们来看题 今天两道题呢 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虽然这个题的长相不是特别的一样 但是它的思路是一样的 好 我们首先看第一道题 而第一道题呢 白希这个立到了一线 我们可以看到这颗黑子是连不回去的了 如果想连回去呢 肯定是错误的 那么接下来 白希这个地方的作眼 和这个地方的痴 成为镜盒 那么这是一只铁眼 这两边呢 这个诗鸡可以做一只眼的话 那么这个白希肯定是活起 那么接下来我们怎么样要去 这颗子是肯定回不去的了 小尖也回不去 整成这样呢 我们就看清楚 这个是真眼 一只铁眼 这个是一只后手眼 这边也是一只后手眼 那么三眼两坐 那么白希是活起 当然这个中间肯定 隐藏着一些问题啊 白希这个里边是有问题的 那么黑希怎么样去入手 请请我们自己看一看 那么这个棋呢 那如果你补在这儿 对方就接在这儿 那么你冲吃在这儿呢 对方可以把这颗子吃掉呢 我们刚刚都看到了 是真眼啊 没问题 两只眼是活得很大 那么怎么样去兼顾 既要这个让对方吃到这个脚上 做不出眼 又要把这边的冲掉呢 这个次序非常的重要 提示呢 不敢做太多 因为它的这个空间很小 那么这个第一杆 其实大家估计都出来了 那么接下来计算是什么呢 请大家再看一看 我们操作休息 一起来看正确答案 好 我们现在一起来看 这两条题的正确答案 那么我首先看第一条题 这条题呢 如果黑棋是补在脚上 或者是把这个吃掉 那么白棋团住 这个是真眼 这个子呢 是跑不掉的 刚才我们跑过两次 一个是小尖 一个是这个 那都跑不掉 都是接不归的下场 那么小尖在这儿呢 对方可以靠住 也依然是跑不掉 而依然跑不掉 所以这样子呢 白棋是火起 那么葱上面呢 白棋把这边吃掉 这个是铁眼了 这个破不掉了 那么我们还是得 从这颗子 看能不能跑掉入手 那么现在还是跑不掉 都是 还是一样的 沙发 一样的可以把这 这颗黑子留下 所以呢 那这个题目就出来了 那么这道铁的正确答案呢 是铁一个 是不是有点恐怖 既然跑不掉 就自杀 这个有点恐怖 这个铁 其实实际上 这个铁呢 是非常漂亮的一首 也是我们容易忽略到的一首 因为像这样的自杀的棋 我活得好好的 我干嘛自杀 是吧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很难想到的 这个自杀性的这个破眼 非常的妙 怎么个妙法 我们接着看 当然白棋做这个眼 我们就已经跑掉了 对吧 这个一系列就不归 所以白棋吃是必然的 如果不走呢 也是要被黑棋吃掉的 所以必须要跟着硬 那么打吃是必然的 那接下来 白棋 这个是要 黑棋要打在这边 打这边不是就 这个确实 这个是名副其实的宋子 这个不能提 这个要打团吃的这 要求的是什么呢 看黑这个白棋怎么硬 白棋如果接上 我们是不是成功的通过这两把之后 把这只眼灭掉了 我们再把这颗子吃掉 那么这边只有一只眼 所以白棋如果提 黑棋再扑 好棋 继续问这个白棋的硬手 我记得好像上一期节目 也是跟这个差不多 类型的提 也是要不断的扑 问白棋怎么硬 白棋如果接上呢 那么黑棋满意的 把这边吃掉 这整块还是不活 如果提呢 黑棋继续 问这个白棋的硬手 白棋现在弹了 接上的话 那么已经死了 所以黑棋不断的送子 不断的问这个白棋的硬手 是很强劲的一个下法 挤 好棋 挤的时候 白棋如果脱先 那么刚才我也讲了 这个地方一打吃先手 再一拐 这个黑棋这边 已经把白棋吃掉了 所以这个不行 那么挤呢 实质是一个绝对的先手 对白棋来说呢 只能吃 接下来黑棋的打吃 都是命令手 都是要求白棋要 这个表态的 那么白棋提掉 黑棋在哭 这个时候呢 白棋就没有办法 他如果接上就死了 所以他只能团在这 自己做一个结 自做一些结 这个有点惨 那么这道题呢 是黑棋的先手结 不知道你有没有答对 这道题呢 有点意思 好 我们把图形还原 我们接着看第二道题 第二道题呢 跟刚才我们的提示 我们也讲了 因为这道题的空间 非常的小 那么现在白棋搬住的时候 黑棋如果不动了 已经跟着硬 那么白棋很自然就做货 这个是标准的货型 这个我相信很多棋友 都走过这样的一个形状 非常熟悉的一个形状 那么这个时候 黑棋如果破白棋这只眼 那么黑棋脚上这颗子 就死掉了 死掉这颗子呢 是肯定是铁眼 那么这边有一只眼 所以也是火棋 那么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是什么呢 棋友们可能也拆到了 只有这一手 只有这个点 点这部其实好棋 它呢还是跟这个铺 就是不断的去送子的思路 是一样的 它要问你 它要让你先出牌 要问你的应手 它要通过你的反应 再做出自己的一个反应 这个是很高明的 一个一种思路 就是我们经常 就是我们所说的 问这个问应手 那么死活体里呢 这个问应手 也是经常用到的 那么这个点 白棋怎么下 如果白棋街上 那么黑棋 大大层层的接上就可以了 你再团眼 我下面已经把你的眼破掉了 对吧 下面已经死了 很简单 如果这个时候我来点 你会不会傻到 会接这个 你肯定接这一遍 这个当然是活棋 所以当我点这个的时候呢 当然白棋也可以吃在这儿 那么黑棋 虽然吃在这儿 已经吃掉一半 但是还是不满意 我要下力 那下去呢 你如果再走的话 我当然吃掉这个脚上 也是死气 所以你可以打吃 得一先手之后呢 你还是要这边表态 你到底是接在这儿 还是接在这边 好 刚才我们摆了 接在这边是错误的 那么这个正好是死气 对吧 这个扑进去已经死了 所以呢 我们接下来看 接下来这边如何 接下来呢 黑棋继续问白棋的应手 千万不要松气 这样子松气的话 已经活了 所以黑棋不能松气 还要扑 还要问应手 有点执着 这个扑 跟这个这边的 所以我说这两道题 意思很像 都是要不停的问 白棋的应手 白棋必须要有答案 这个时候必须提 没有办法 就是双叫吃啊 黑棋双叫吃的白棋 所以白棋必须提 然后继续打 继续扑 这个必须要扑 你如果随便 哪个地方松一口气的话 那么白棋全部做活 扑在这儿 让白棋不能脱手 他如果再提的话 黑棋再重 这个时候我们发现 即便是白棋 把脚上的黑棋吃掉 那么这一代呢 白棋没有眼味 这边也没有出路 所以这整块就死了 好 我们再看一看 那这道题呢 跟第一道题的意思 差不多不停的问 这个白棋的应手 很执着的一种下法 思路也是很硬朗的 就是不断的问对方 你要硬在哪里 点是好奇 那么白棋打吃 黑棋这个时候不能手软 立下去 这样子呢 脚上就只有一只眼 就是说将来 对方即便是吃到 也只有一只眼 那么白棋接上 黑棋扑进去 好奇不给白棋 喘息的机会 再扑 整成这样呢 白棋唯一的出路 就是什么呢 就是做结 没有别的下法 你如果接上 大家已经看到 这个已经死了 你如果提掉 你冲 虽然你吃掉了脚上 刚才我们也看到 这个依然是死期 所以刚才我们摆到的 当黑棋扑的时候 白棋只能投降 跟刚才我们这一代的下法 是一回事 只有投降 自己做一个打结的形状 要求这个变成一个眼 那么双方就在这个地方 形成打结 并且是黑棋的先手结 这两道题呢 非常的相似 那么当然 如果你能 就是看到第一手 那么后面的下法呢 估计就很简单 但是如果你第一手 看不到的话 那么后面的计算呢 其实也是不存在的 那么这两道题呢 其实有一点像一本道 就是说一旦走对了第一步之后 就沿着这条路 不断的往下走 当然中间不要歇气 千万不要这个给对方喘气的机会 那么一直沿着这条路走呢 最终呢 是可以走成打结的 好 我们再看一看 两道题呢 这个 看到答案之后呢 还是感觉 哎呦 其实也还是蛮有意思 也不是想象那么难 那么我们再看一遍 因为还有不少的时间 好 我们从第一道题开始看 这个宋子的这个下法 很有意思 几个 白旗这个时候 真的确实没有别的下法 他如果接到这的话 其实这个局部已经死了 黑旗接上 白旗做这个只眼的时候 由于他自己自身的气景 所以黑旗可以渡回去 所以啊 这个旗啊 只要这个黑旗走对了第一步 后面的路啊 真的是 你就沿着这个方向走就好了 你也不用花太多的脑筋 所以有时候真的一步 一步走对 那么后面的步步都能踏到这个节拍上 当然 反之就是你第一步走错了 后面的每一步好像都是慢那么半拍 总是不对劲儿 打吃 一团吃 白旗如果接上 那么这边的眼位成功的破掉 黑旗随便一走 这边已经死了 成块已经死了 所以白旗只能提掉 那么黑旗继续问 白旗的应手 这个铺呢 也是我们经常都用到的 白旗如果提掉 黑旗冲 那么显然这个时候 白旗已经被走死掉 只有一只眼 当黑旗铺的时候 白旗只有一种应手 那么就是团 这个字团呢 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下法 这个是一个后手节 很惨 而且这个节对于黑旗来说 是没有任何的负担的 而白旗很重 整块旗的死活 就要看这个节才的 是否能够获胜来决定 好 我们再看一遍 这两道题呢 其实没有太多的花俏的地方 只要走对第一步 后面的相当的简单 糟糟都见血 每一手都在打吃 有点像那个象棋的打僵 手手造将 那你没有办法 你只有招架 你如果一旦招架不对 那么马上就死掉 相将 马上就死掉 那么你走这个呢 暂时还有一点 存活的一个希望 所以这个围棋啊 也还是有意思的 手手都将着你的军 作为白旗来说的是 完全没有办法 好 我们看第二道题 第一道题的挤 请大家记住 有这样挤的下法 那这个挤确实很难看到 很难想到 有时候 好 我们看第二道题 第二道题的点呢 其实是很容易 相对于第一道题来说 是比较容易看到的 也是因为它这个地方 有个双照吃嘛 有一定的缺陷 所以这个地方挤住的 也是有作用的 那么作为白旗来说 白旗团住 接在这呢 不说了 这个刚才我们也讲过 这个已经走死了 所以唯一有难度的呢 就是白旗接在这边 那么黑旗接下来怎么走 黑旗如果不会这个两扑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 它只有接上了 那么这样子白旗做活 或者是冲这个 那么白旗依然可以做活 这个点的意义就不大了 那么点完之后 就是要送一下 多送一颗子 提掉必然的 接下来再打 白旗这个时候求饶也没有办法 黑旗还要下令 还是要全杀白旗 那么走到现在呢 白旗的路就 应该说是走到了尽头了 他这个时候不能提 一提被一冲全部走死 没有挽回的一个余地了 这个走不活了 接到这呢 显然也是死旗 所以这个时候呢 白旗只有一条路 跟刚才我们摆的一样 只有自己团一下 所以我说今天两道题呢 很相似 都是在送子的过程中 问对方的应手 手手都在将军 看白旗怎么应 怎么这样呢 白旗就走成了一个打结火 好 我们再看一看 像这样的一个局面呢 相信在这个对军当中 可能我们还是见到过的 见到过 不过这个 不过这个 敢于点进去的 我相信是少数 少数 当然有时候情况不同 这个点呢 未必能成功 但是至少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直接点进去 而不是跟着硬 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这个时候 白旗打吃 一立 这个是必须要立的 否则 让对方一提掉 脚上肯定是活旗 立下去 这个白旗也是干扰一下你 然后白旗接上 黑旗这个时候 必须要多送 送子 这个是让黑旗 先表态 这个是一个高级的赞速 让白旗先表态 继续让白旗表态 这个时候白旗就非常的难办了 这个时候 如果它接上呢 我们刚才也看过了 死掉了 提到这个呢 冲 团在这儿 依然是只有一只眼 吃在这儿呢 我可以断 这边没有粗路 这个因为这孩还打吃呢 这边这边 我打个比方 比如说这边油脂 你也没办法 你也跑不掉 因为这边脚上还打着吃呢 所以这个死刀还是很干净的 死刀很干净 好 这两道题的 理题的思路呢 都很像 都是要让对方 就是点进去之后 让对方先做这个表态 如果你的这个应手有所不同呢 那么接下来我的沙发也是有所不同的 让对方先出牌 所以这个是围棋的一个高级的赞速 好了 不知道今天两道题对你有没有帮助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对方先出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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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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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